欢迎回到宝岛自由行 面临游台湾的节目现场 这几年老巫新生变成了城市的一种居住美学 而且在台北更是陆陆续续出现了公办都更的案例 总计有超过一元的商机 也正因为如此呢 带来了很多无穷的想象 也让很多的老房子空间重新解构 因此有不少的台湾民众都很希望 可以藉由设计让老宅重生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要介绍给您的是 什么样叫做新东方人文宅 还有什么是富城别墅新生呢 这些成功的案例待会都会融入地介绍给您 首先要带您欢迎的是 解码设计公司的游杰腾设计师 还有一家设计公司的林慧明设计师 一开始先请林设计师给我们观众朋友问个好 大家好,我叫Eddie,请多指教 是,另外一位是游设计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要带您看到的这个作品当中 这个林设计师他带来了两样的作品 一个是比较走中国风的 另外一个是走混搭风 而这中国风设计蛮有趣的 因为它在地面上 整个青花瓷大量的使用 当初是怎么样的设计发展 想说用这个中国风 拿青花瓷直接拼在这个地面上 当初其实是强调一个突破 我想要在一些比较自视的一些居家环境里面 有一些比较花窍 甚至比较有一些记忆性的方式 对,所以 这是跟业主之间的互动 是,它是一个三十年的老屋繁金 对不对 是 是屋主想要走一个中国风的方式 那除了青花瓷之外 好像连设计师您的书画都在里面 对 刚好跟业主生气相投 然后我本身对书法 也有一点小小的兴趣 所以想说运用的书法在它厨房 大家比较不会想象在中间 玻璃的空间 我们把它书写上去 当成一个家里的边境 是,除了这个书画啦 还有青花瓷之外 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设计风格 譬如说颜色、材质 或者是你的设计动线 整个符合中国风呢 对 在空间上我们除了一般四平八稳之外 我们期待它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设计一个圆形的中间的空间 让中间的空间延伸到其他地方 是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混搭的风格 这也是蛮大胆的 是 您的设计想法当时候是怎么样的 这个发想 这个发想是想说一个现代的空间 大家一定会喜欢明亮然后自然 可是除了这之外 我们希望有一点不同的风格在里面 可以表现这个主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以想说用一个比较淡淡的中国的元素 甚至不同的女主人可能会喜欢欧洲元素 甚至小孩想要活泼一点 在这空间可以多元的呈现 可是有它的比重关系 让它一切看起来是很顺畅自然的 在这个混搭风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有中国风 还有一些水晶吊灯 你大概用了多少的元素在这个混搭风格里面 多少 是很多 可是我们期待的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 因为大家都很自由很奔放 那很有可能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会放进来 那我们期待这个空间 它除了它基本的架构之外 它什么东西进来都可以很自然 对 那当然这中间可能男主人的兴趣 有点中国风 那女主人可能会喜欢水晶吊灯 那我们把它整合成 是一个同时可以呈现的方式 是 那另外呢 同样是30年的老屋 另外一位这个吉马设计的游杰腾设计师 他有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因为在这个老屋当中 其实蛮麻烦的就是光线的问题了 这光线要怎么样进得来 也是一个蛮大的疑虑 游设计师怎么样让这个光线 可以让这个老屋看起来比较明亮一点点 其实因为像我们有时候 在解决光线的问题的话 有时候老房子它可能单面采光 比较没有说一些限定条件那么好 那可能说我们在材质上面的应用 包含说在隔间重新做区化的部分 怎么引光入室这个部分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 可能会用一些比较通透性的材质 有些可能像玻璃类的东西 那或者是说除了自然光以外 也可以有一些后置的人造光的部分 然后可以利用这样的手法 让室内的光线比较充足一点 是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屋主把设计师的书画 都融入在艺术品当中 而您的案件当中好像有佛手 来当作一个玄关的一个艺术品是吗 对 因为它这个案子蛮特别的是说 这房子算是父母给小孩的一个信物 算是一个礼物 那他们当初因为女方的家长的爸爸 还有做一些收藏 那他们当初想说送给他们这对新人一个礼物 那他们就挑了一个佛手 当成他们家里面想要摆设的一个东西 那时候我们其实整个设计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跟他们检讨说大概会放置在什么位置 那其实屋主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后来我们就想说可以让他当成玄关进来的一个端景 那也可以是说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 回到家里面一个空间转换跟心情变化的一个部分 就是一整天在外面的尘埃 从这边就把它卸除掉 然后进到你的室内环境 有一个放松的心情这样子 是 因为这次的作品好像是叫做这个转折跟重生 然后重生刚好因为这个屋主也怀 这个老婆怀的小baby了 是不是有这个生命传承的意义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刚才提到说 因为这就是爸爸对女儿的一个心意跟礼物的部分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定义上面有讲 那很刚好在跟业主掐谈的过程当中 女巫主也怀孕了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就希望说 他们等于是他们夫妻俩的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就是有一个重生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融合在这里面 如果说你这个案例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有一个艺术品想要做摆设 那在设计空间来讲 会不会造成比较困扰的地方 因为要配合艺术品来说 其实一般我们都会跟业主做先前的沟通 所以大部分业主都还是会有一些收藏品 或者是说出国旅游的小物件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会 因应说跟业主讨论 针对它的收藏的部分 我们会去做适当的摆设 甚至说针对不同的东西 还有不同的打光的方式 所以这个东西 只要事先的沟通充足的话 都可以在日后有一个良好的呈现的部分 是 刚刚这游色机市的作品当中 我是走比较中国风 因为他们家有一个服务所的设计 因此整个设计的风格上面 也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搭配 而另外在林设计师这边 好像是在第一个 中国风的设计里面 也有蛮多这些风格的元素在里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可以来跟观众朋友做分享呢 中国风的元素其实很丰富 那基本上我们在现代感的架构之下 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 其实不用太多 太多有时候反而会变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对 那有时候只要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点紧 然后在整个整件的分量上 就恰如其分在它最重要的位置 其实这是应该是大家最能接受 也比较适当的地方 是 比如说在这一次的案件当中 这组络是营造了一种 非常豪华而且奢华的感觉 他们是用金色为主的是不是 对 这一间比较特别是 它那边是看得到101的夜景 那夜景如果成为这一间房间的主轴 那我就希望里面稍微暗一点 那暗里面带一点光线 就有点像夜景里面会有一些灯光闪烁的异味 所以刚好跳到这一块壁纸是 我觉得最恰当的是 它是黑底然后金色的花鸟纹 对 很恰当 对 因为在台北其实看到101蛮不容易的 都要跟人家到处去挤 但是他们在家里面就可以看到101 因此他们在卫浴设备的 不管是玻璃或者是说窗户 您还做了百叶窗的设计 也会特别用意 就一样的这样的道理 如果在房间里面可以看到101 那相对的它在泡澡也看得到 那一定是更理想 那除了泡澡看得到101之外 毕竟它是静态的 那想要看看新闻什么的 转个像就看得到 所以等于这一间房间 就可以有点像是 它个人的一个休闲 然后结合享乐的空间 是 它是一个比较三代同堂的 一个住所吗 没有 它的民众他们居住的空间大概是 以夫妻跟两个小孩为主 是 而且中国风好像连这个桌椅 都是用大红色 其实好像连家俊都有配合到 是 屋主蛮特别的啦 他自己也做过几间房子 可是它期待新的房子呢 可以有设计师来操刀 然后可以大胆突破一点 别人没做过什么 我们就这样这么做 所以这中间会有很多乐趣 就也是在这个地方 是 刚刚设计师提到 楼要大胆要突破 因此呢 它第二个作品当中 就非常大胆地用了混搭风 可以看到就是 等一下在画面上 可以看到许多的照片 它是有不同的颜色的 马克砖吗 还是那是什么样的品贴 马赛克 是 那那个马赛克 基本上它蛮有趣的 它是有点像青花瓷 可是它是拼贴的效果 进口的瓷砖 是 那我们局部用它的瓷砖 做圆形餐厅地板的元素 那也把它打破 放在玄关 那再加上一些 比较像花瓶 青花瓷的花瓶打碎 然后当成一些点井亮点 是 所以创作来讲其实都是打破 然后再用自己的这个创意发想 来做整个空间的设计 但是说到这个跟人家不一样 其实回到这个游设计师的案例当中 可以看到他们家的这个餐厅 不是应该说客厅 客厅来讲有沙发 一般人沙发应该都是面对墙壁会坐着 但是设计师您的作品当中 沙发后面是一个工作室 为什么会这样做设计 因为当初这个案例来讲的话 他男无主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那所以他们希望说平常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 夫妻之间可以有些互动 所以他那时候就希望说 而且他们很爱看电视 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在工作的地方 可以面向电视的部分 那刚好在格局的分配上面 我们就在客厅后面的部分 就帮他规划出他一个算是 多功能开放工作坊的部分 那也变成是之后 例如说可能爸爸妈妈在那边工作 小朋友在客厅玩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看得到他们的活动状况 另外在格局的动线上面 比如说采光通风 有没有特别做一些安排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他这个案件来讲 他的采光是单面采光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希望 尽量就是引光入室的部分 所以其实像有些隔间墙的部分 包含说他主卧房的隔间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了玻璃砖的材质 那他的隐私可以从主卧房的部分 去做区隔 可能用窗帘的部分 那平常白天的时候 他可以把主卧房的光 也再带进来室内 那包含说在他后阳台跟厨房之间 这个关系的部分 我们也是把他的隔间墙 用了穿透性的材质 所以尽可能把他原先单面 可以进光的部分 虽然说重新格局定义之后 一定会有些空间产生 那他透过这些手法的时候 还可以穿透这些空间 带到我们想要有光进来的部分 当然是能够符合屋主的需求 当然是最重要 那是有没有您的设计发展 在这个案子当中 因为老屋有时候就会有高度不足 或者一些他两柱结构比较大的部分 那同样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当初屋主 他是比较担心说高度上面 会不会有可能做天花板 或者是有些机器设备下去之后 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 刚才有提到说 男屋主他是个平面设计师 所以他其实希望说家里面 也有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呈现 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他提一个 就是类似有一点折纸 或者是折板的概念 那我们把这个概念运用在 他的空间的天花板的部分 所以就修饰了他主要的一些大梁的部分 那透过转折跟一些光线的呈现 可以把一些高低错落感做出来 所以他的高度的深度就产生出来 那刚刚主播有提到说 就是他沙发背墙那个空间 那在那个地方 我们也做了一道矮墙面 他可以给沙发做依靠 那这个矮墙面延伸出来 就是他们多功能榜的一个工作座的台面 那我们比较趣味的是 从这个台面我们再延伸到 旁边周遭沙发旁边 变成它的边际 所以它是有点像一个一体成型的 一个量体在这个空间 那它文件当中也是跟 其他我们这空间运用的元素 做一些呼应的部分 是 那另外回到林设计师这边 有没有您的一些创意的发展 甚至设计的理念在里面的 不好意思 您说 是 就是您的设计发展 有没有在这两个作品当中 比如说中国风或者是说 比较混搭的风格 有没有你想要呈现给观众朋友 你想要把你的设计理念 跟观众朋友讲的 我的设计理念主要是希望说 在现代大家的空间里面 除了四平八稳 精能完善之外 可以有那么一些 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那有时候就是 这就是跟其他之间的一个 算个人的风格 家里跟别人不一样的文化 那这个东西有时候 我们会取材至中国 那中国因为博大精神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玩 那甚至像水晶灯这些 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所以在这之间 如果可以找一个 很好的平衡点 其实这都是资产 都很有趣 是 刚刚设计师跟我们分享了 两个非常好的案例 不管是中国风还是混搭风 其实都可以提供一个 非常良好的居住空间 而待会广告回来 要跟您介绍的是 一般人都会把客厅 当作一个家的重心 但是他们由于家人 他们把餐厅当成了 家里面的重心 到底要怎么样设计呢 待会回来